这是中国古代史上最禽兽的王朝 一家几代皇帝全是变态狂 皇帝裸奔喜好人妻 悖逆人伦手足相残 简直把天底下最荒唐无耻的事全都干了个遍 而除了感情上的变态外 还把人性的丑恶也发挥到了极致 这便是南北朝时期的北齐王朝 北齐王朝仅持续了28年 但却经历了六位皇帝 因为皇帝各个暴虐无常昏运无道 所干之事令人发指 所以被史学家称之为禽兽王朝 那么具体到底禽兽在什么地方呢 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北齐始建于公元550年 开国皇帝为高阳 史书记载 高阳其貌不扬 不爱说话 但脑子却非常灵活 有一定的雄才大略 北齐建国之初 经济发达 社会呈现一片繁荣景象 这与高阳历经图治 锐意改革息息相关 可见高阳还是一个民军 那么 他所建立的王朝 怎么就成了禽兽王朝 这主要是因为 高阳作为皇帝 有两大特殊癖好 一是喜好人妻 二是喜欢酗酒 有人可能会说 酗酒能算得上是什么特殊癖好 皇帝日理万机 空闲时整上几口 不挺正常的 话虽这样说 但高阳喝醉酒后 事情可就大了 什么荒唐事都能做得出来 连他自己的亲生母亲都敢骂 一次醉酒 高阳今表示 要把他的母亲楼太后 嫁到胡人当老婆 结果传到老母亲耳朵里后 当场被气得昏死过去 不过这还不算什么荒唐事 还有一次 高阳喝得酩酊大醉 忽然想起自己的嫔妃 曾和昭武王有过暧昧关系 一时杜刑打发 抽出匕首 就要把这个嫔妃杀了 然后抱着尸身 继续找大臣喝酒 喝完酒后 高阳又闲着没事干 索性将怀里的尸身 大写拔块 最后把嫔妃的壁骨 做成了琵琶奏乐 可见 高阳有多么的变态 而更为变态的是 不管寒冬腊月 还是酷暑严寒 他都要光着身子到处跑 要么是涂脂抹粉 穿着妇女的衣服 在大街上招摇过世 每当情绪高涨时 还会一边跳舞 一边脱衣服 当然 这样的皇帝 一定十分好色 但他好色的却是别人的妻子 为了寻求刺激 尽招纳一大批妇女进宫 甚至到了后来 连大臣的妻子 也难逃他的魔爪 然而 在夜夜生歌的酒色之中 高阳的身体严重亏虚 仅活了34岁就病逝了 如果说文宣帝高阳 是罪有赢得 那么后面要继位的皇帝 要吸取教训 可结果却恰恰相反 他的兄弟高湛 还要疯狂 史上最禽兽的王朝 每一位皇帝都是疯子 所做之事 简直禽兽不如 尤其是下面这位皇帝 逼奸皇嫂 虐杀皇侄 毒杀皇兄 事后 为逃避责任 竟联盟将皇位 善让给自己 年仅十岁的儿子 结果在他死后不到十年 北齐就亡了 北齐开国皇帝高阳死后 先后继位的 第二个皇帝高英 第三个皇帝高衍 都来不及作恶就死了 要说的 就是这第四个皇帝高湛 高湛是高阳的弟弟 其荒唐残暴程度 不下于高阳 首先 北齐第三位皇帝高衍 就是被他毒杀的 所以高湛才能顺利登基 登基后 为了保证皇位 在自己后世这一代 他又害死了高衍的儿子 也就是他的侄子高百年 当时 高百年跪着祈求饶命 甚至表示 愿意去做奴隶 面对侄子的求饶 心狠手辣的高湛 根本不听 随即下令斩首 然后 把头扔进水池里 把尸身埋在了皇宫中的 后花园中 这就是北齐第四位皇帝 高湛所干的事 毒杀兄长 虐杀侄子 简直就是禽兽不如 后来 高湛又逼哥哥高扬的皇后 和自己私通 并威胁皇嫂李氏 如果不从 就杀掉他的儿子 无奈 李氏只能顺从 最后 和高湛生下了一个私生女 之后他觉得羞愧难当 便把女儿 掐死在了强宝之中 那只高湛知道后 恼羞成怒 立刻把皇嫂李氏的儿子 杀掉泄愤 还将嫂子李氏 打得皮开肉绽 之后 高湛觉得还不解气 于是将皇嫂 装在袋子里 扔进了臭水沟里 一事羞辱 最后 皇嫂李氏 被逼得只能去寺庙 削法维尼 作为异国之君 高湛做不到 徒补天下百姓也就算了 不料还对自己家人 如此残忍 简直是令人发指 高湛在位期间 不仅荒淫无道 还宠幸监污 致使朝政腐败 群臣堕落 被其很快就衰败了下去 史书中记载 由于高湛过于残暴 导致天降异象 于是高湛仅在位四年 便将皇位 善让给了自己的儿子 以表示自己之错 在我看来 这根本就不是他的忏悔 妥妥的是为了逃避责任 高湛坐上太上皇位之后 继续高歌雀武 沉溺美色 根本不管自己十岁的皇子 有没有能力处理朝政 如此荒淫无道的昏君 北齐岂有不灭之力 北齐王朝为何被称为 禽兽王朝呢 因为皇帝各个都是变态 其中有的皇帝喜欢裸奔 有的皇帝则热衷于乱伦 甚至还有的皇帝喜欢杀人 在短短28年的国作中 北齐皇帝就将人性的阴暗面 发挥到了极致 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走向灭亡 北齐武成帝高湛 荒淫无道 32岁就去世了 在他死后 其子高伟继续把持朝政 俗话说 有其父必有其子 高伟也不是什么擅长 将好色残暴集结于一身 并发挥到了极致 历史上有一个奇迹开辅的典故 说的就是北齐皇帝高伟的荒淫无道 在齐国皇宫中 有500个宫女 高伟为了体现自己的大度 便赏赐给他们每人一条 价值万两的裙子 和价值连城的梳妆台 不仅如此 高伟还在静养 建造了12座富丽堂皇的宫殿 因为爱好斗鸡和六马 于是便将自己的爱妃 宝马 斗鸡 全都圈养在这些宫殿里 一供彻夜不停地享乐 史书记载 里面的热闹景象 在几十里之外都能听到 可见高伟有多么娇奢淫逸 除此之外 高伟还在皇宫内院建设贫困村庄 自己则扮演乞丐 在里面进行买卖交易 甚至还将庸仆 推进装满鞋子的盆子里 观看他们的惨状 以图快感 可以说 庄严的皇宫 被他经常搞得无烟瘴气 击飞狗跳 群臣们是敢怒不敢言 但出来混 迟早是要还的 邻国北周趁虚而入 开始不断进攻 腐朽的北极政权 高伟没有雄才伪劣 其军屡战屡败 后来 高伟继承自己老爹高战的传统 将皇位善位给了儿子高衡 很难想象 一国之君正值英年 竟然在国家存亡之际 直接撂挑子不干了 公元577年 北周彻底攻破北齐 高伟被直接赐死 而他的儿子高衡 也在变乱中被杀 在位仅仅24天 至此 一个由昏庸变态君主统治的王国 终于灭亡了 而留给世人的 仅是千古骂名